美羊羊一直是喜慧中美丽的代表 不管是装扮还是她平时的行为举止都称得上是女神 但美羊羊并不是喜慧中最美的羊 那么这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羊羊中最美的九位 第一位羚羊公主 她是羚羊王子的妹妹 也是一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气质优雅情力大方 舞姿很美 虽然羚羊公主很漂亮 但她打扮的并不华丽 淡淡的妆容 显得她高贵又美丽 成熟中带点小可爱 是羚羊族最美的羊 靠着甜美形象 深受羊族欢迎 第二位美羊羊 她是羊村最美小羊 暧昧又赖打扮 可以用任何东西编织成打扮的饰物 美羊羊也是一位时尚达人 精通任何与美丽有关的东西 深受小羊们的青睐 就连她的歌声也非常好听 第三位花羊羊 她是慢羊羊的初恋情人 在剧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少 美貌不低于美羊羊 受到羊村不少女生的崇拜 就连慢羊羊也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由此足以看出花羊羊的魅力多强 第四位丽羊羊 是喜羊羊的母亲 也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歌手 她是糖果王国的创始羊之一 颜值很高 有着一对水蓝色的羊角 一头波浪卷发 带着金色铃铛耳环 气质温婉可爱 第五位成羊羊 她是慢羊羊的妈妈 登场次数极少 成羊羊颜值很高 主要以橙色为主 一对橙色的角非常好看 笨手笨脚的她 让人感觉根本不像是母亲 但在危机时刻 成羊羊为了保护孩子 甚至可以跟狼拼命 第六位懒妈妈 她并没有在证据中登场 主要是在懒羊羊的梦境 以及回忆中出现 虽然很懒 但她的颜值很高 看起来似乎是个温婉美女 第七位懒羊羊 她是小羊们的班长 成绩好 又很听话 脾气还很好 只是因为种族的缘故 懒羊羊的体型非常大 第八位荷花 她是来自远古的羊 也是一只很胖的小羊羔 甚至比暖羊羊还要胖 第九位费羊羊 她是费羊羊的妈妈 和费羊羊有着一样的肤色 目前没有在证据中登场 希望她在之后能被安排上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